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百姓蒙灾 托府决定每月为百姓们放凉参与 快呀 这赶紧去吃烤饭哪 快快快 快快 走走走 快呀 吃香油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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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慢点 来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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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跑 谢谢 谢谢 给您 谢谢 你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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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个人 这么快了 谢谢 来 我已经五天都有吃饭了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这天降甘露地生无补 大家都是天地的字 阿婆 您吃好了再来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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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 别抢 这是什么 心里要叫规矩的 人人都有吃的 碧儿 别这么兴致她 他们都恶极了 恶极的人 俩过得像规矩 来 拿着 穆娘 你美得像心里一样 人又善良 能问下您的名字吗 我叫妲己 天哪 你是侯府的妲己小姐 是 我要天天为你烧香祈福 可是我买不起香 我会在心里为您祈福的 懂了 有心就行 谢谢啊 来 拿好 好 疏忽侯爷下号 小儿公子杨姐 因缺乏素养与恶能 必须师父调教 然小儿不从 为父甚是忧虑 但凡有能用武艺争振者 必招其为侯府武师 并赐良军一体 好 侯门的公子 都是久能饭蛋 我只需三拳两腿 定叫他五体佛弟 败我为师 谢谢 谢谢 小姐在哪儿 快叫他出来 快叫他出来 快叫他大声 快叫他 小姐 老阳的鼻舞 老阳的鼻梁 把英雄叫出来 一别看谁是英雄 大声好 看看他下一个英雄 快叫他 快叫他 送死的来了 快叫他出来 杨姐 他还能在哪儿 肯定还在说懒叫 太怕 但愿 今天谁就别收拾了 想当英雄嘛 哪儿又不流血 公子 公子 比武的壮士都到了 您快快起身哪 公子 杨姐公子 我知道了 那您倒是起身哪 壮士们都到了 我闭着眼睛 也能打他们落花流水 来 帮她 不要 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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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谢谢 您 我帮我帮你下车 我帮你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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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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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容啊 你看 苏护又在放凉了 她就喜欢宠弘明心 这人 志不可测呀 母亲 侯府洛杉号师也算是天下美 也正因如此 才会生出生闺美女 妲己 你呀 就喜欢妲己呀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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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简儿 你是拔不开它的 父亲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始终拔不开这把宣言剑 因为它现在还不属于你 那它属于谁 它属于至高至尊的万世英雄 这把剑到底有什么神力 那要等拔出来以后才能知道啊 那您拔开过吗 我没有试过 那为什么您不试一试 因为我只有守护它的责任 而没有使用它的权利 父亲 那这把宣言剑到底 来自何方 简儿 你一直对这把剑非常好奇 小的时候为父没讲给你听 现在你长大了 为父就把这宣言剑的传说 讲给你听 八百年前 在天庭中 曾经有过一场大乱 不许wać 我自己只能不合一样 我准备啊 这是 我们在天庭中 那 sort 我 都没 arkadaşlar 虽然 但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姑啊 你这王府比王公还漂亮 夫人这话万万不敢当啊 王公有天子之责 而这小小的侯府不过是我鞠躬尽瘁之地罢了 夫人万不可羡慕于不忠不孝之地 看法你急的 我只是随便一夸 您这一夸 夸得我是肝脑涂地 我不是说是肝脑涂地 让聂公子 排不出来 不非是胆气了 是人女参生叛死 先溜了 养几公子 请快出来吧 出来 出来 快出来 出来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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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鸡笔 你可真是的 叫人看起来不怕人笑话 快取笑 怎么了 花就是用来带的嘛 当然不是 人就有男人养 快取笑 那你为什么放到花呢 那花朵放在水里头 你让我怎么喝水啊 我那是叫你快点起来 起来都起来嘛 公子 现在可不是时候 你瞧瞧 那些壮汉可都等你半天了 急着教训你呢 哼 他们等的不是我 是梁居 哥 你听着 今天不许商量 我不会受商量 我是说你别伤他们 妹子 我这个人你只知道的 我向来都此详没有 快去 你 你 你也得赶紧去吧 毛龙公子和李秋夫人他们来了 老乡是便宜的 你也赶紧去瞧瞧吧 来 我会自己看着办法 给 谢谢 拿好 谢谢 嘿 你们来了 你就是杨简公子 你是后夫公子 不行 一点风度都为 就像个市井无赖 哪儿像后门公子 怪不得招师父呢 人不可貌相 你们一个个都悠眼无珠 哪有死者倘虏师父 公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就你那蠢样 是不是想把我打打他 抢着出风头啊 好 本公子今天就给你个机会 看看你有没有本事 抢走人居 来吧 好 那我就先把你搭搂 再教你什么是礼貌 快取你的兵器来 兵器啊 我都吃了 就吃剩下那么一点了 什么 莫非你无用兵器 是手空拳和我比武 不是你 是你们所有人 来吧 英雄好汉们 一起上 这小子一定吃错东西了 王王之姬 公子 我要是全力以赴 只怕你性命不保 好 就算我死了 我也会记得你们的良居 不用担心 好伸手啊 好厉害啊 제� он Protok 你生命不保 、一、三、四、五、五十、五 超、五、五、六、六、五十、五十、五、十 Spo� 走啊 没事吧 没事 谢谢 瞧啊 大衣就被我打成狗熊了 你别啊 你怎么打啊 你非击败他们 但不要侮辱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是比武 你这样是在侮辱 他们在比武之前 先是小瞧我 然后自夸武功强大 我这么对待他们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当然 你跟我 还有他们 都是上天的子 你不能自视清高 而藐视着他们 我就是瞧不起 这帮窝囊废 你想怎样 不想怎样 我会让你 给他们道歉 道歉 对 不止道歉 我还要让你把他们一个个的 全都扶起来 不 您拿 您拿着 您拿着 不好 我哥碰上劲敌了 小姐 夫人让你马上过去 是驴球夫人要见我吗 是 夫人哪 还特地吩咐丽儿姐姐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亮亮的 你快去禀报夫人 说小姐马上就来 是 小姐 我们赶快走吧 貌人公子还在那儿护着呢 走啊 要念公子一定会没事的 谢谢 什么 赶紧走吧 走吧 谢谢 拿着 这是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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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不道歉 那我就像你对的他们一样 去对待 看你这样子 也就是个全然不懂功夫的侨夫 难道你要跟我比武 不想吗 好 我向他们道歉 谢了 除非 他们 先低头向我道歉 没想到苏府里面 竟有你这么一个傲慢的侨夫 小子 你在侮辱我父亲吗 他不是你爹 你 我更不配当他的儿子 抱歉 你王子 他就是我 他就是我 一会儿 坐进去 你看你 你 别人 你 你看 你 你 你 他也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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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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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么踢的 好功夫 厉害 好身手啊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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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走 走 这一找 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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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入手啊 听手 听手 好 好 好 我不是英 ko 你们 也不是草包 现在你们所有人 马上离开这儿 快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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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我 我道歉 我这次来呀 是专门向贵府求亲的 我想为我儿茂容 求取令爱打击 这是我的聘礼 请二位过目 赤金两千 白银两万 玉碧石霜 丝绸白痞 牛百头 羊千枝 这 绿丘夫人 这聘礼也太厚重了吧 再厚重的聘礼 只怕也配不上你家的打击呀 感谢绿丘夫人的厚爱 请问 夫人此次前来 领兄费众大人知道吗 你是想问 我哥哥是否同意这门婚事吧 是 君侯啊 实话告诉你 正是我哥费众 劝我迎娶妲己的 为什么 朝廷上谁不知道 你家打击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儿 若能取打击为席 是我儿茂容之福 是我驴秋家门之幸 哦 对了 丘夫人 苏妇和我非常感谢你们的美意 只是 只是这婚嫁是大事 可否容我们商量一下 也请你们在府上小住几日 让我们好好捆带捆带你们 当然应该商量一下 不过烦请二位现在就商量吧 我 我就在这儿等候 您是说 让我们现在就做决定 是 请容我们先告退一下 请吧 我等 待会儿我希望见到打击姑娘 还想见见 你还想见谁 您的杨子杨茜 夫人为何要见杨茜 这个嘛 是我费重哥哥 偷我看他一眼 因为 他也想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杨茜 这样 咱们两家 不就是亲上加亲了吗 嗯 遵命 这哪儿是提亲了 这明明是逼亲了 吕秋夫人的长兄是伤亡的亲信费重 此次她远道而来 肯定是受了费重的指使 这吕秋夫人为什么一定要接杨茜呢 这茜儿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她不是说了吗 费重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杨茜 但是费重没有女儿 我明白了 吕秋夫人这次其实是冲着杨茜而来 二十年过去了 这个费重她一直被放弃寻找 现在他们终于找上门来了 老爷要大火临门了 服了 服了 我学会了 拳头应该这么灰 看来现在你也欠我 要道歉 我只会用拳头道歉 对不起 小心点 看来你也没这么滚蛋 看来你也没什么可学的 打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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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 小姐 我刚才在进出看见她了 看见谁了 那个叫茂蓉的公子啊 她长得可真英俊 和小姐在一起 简直是上天安排好的绝配 别说了 当然了 杨俭公子也很可爱 可她是你哥哥呀 不管你们两个之间有多喜欢 你们总不能拜堂成亲吧 奴婢以为 是不是小姐 打小和杨俭公子 在一起积累的情意 你把它想成是爱情了 小姐 夫人问您打扮好了没 吕秋夫人正等着呢 请小姐快去 回禀我 吕秋夫人 说小姐马上就来 是 看看 我们小姐才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不 我不见吕秋夫人 小姐 我不见识 你怎么还可以 function 不 回去 有 我 你别 我 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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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打累了吧你 你别废话 今儿来呀 来呀 谁怕谁呀 你来 来 来 你来 有什么可笑的 冒容啊 打几怎么还不来见我 连苏户也不露面 这家人真不像话 打几不来是因为羞怯 疏忽不来是因为恐惧 你怎么知道的 夫人 事份抱歉 小女日前受了风寒 尚未痊愈 所以不方便相见 您的美意 我们受宠若惊 只是这婚姻大事 还须从长计议 大老远跑来一趟 连个面都没见上 这恐怕不妥吧 母亲 打几其实并无大碍 她看见了您 可您却没看见她 什么时候 就在我们刚刚下车的时候 当时她就在您面前 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母亲之所以没看见 是因为您从来不看贫贱之人 母亲还记得吗 我们下车入府时 府园里正在放凉振载 您还说 苏护笼落人心 冒容 您说这话的时候 有位素衣的姑娘 就在院子里为百姓发凉 她不管往哪儿一站 一看就知道 她就是妲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苏护 你听听 我们茂容和你们妲己 真是命定的缘分 天下绝配呀 一身素衣 站在戒民中间 都被我儿子 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难道 还不是缘分吗 可我不光看见了妲己 我还看见了母亲 暗藏着心思 我什么心思 母亲真正的心思 可不是为我娶亲 而是受费仲所托 前来寻找霍星杨姐 她就是二十年前 帝星陨落的那天夜里 姚姬所产下的儿子 费仲他们找了她 足足有二十年 茂容 母亲啊 您要我把他们 统统都召唤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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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目击 打击 阳剑 来吧打击 到我的身边来 进入我的蜜湖 你是属于我的 慕容啊 我可从来不知道你会弹琴 您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比如说 您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 婉儿啊 你究竟在说什么 我一句也没听懂 你 你 你在做什么 赶快告诉母亲 到底有何缘故 我只是想借你的身份进入侯府 以便迎娶妲己 她才是天下的绝品 我梦寐已求的甜美灵魂 你 你不是慕容 你是 你是妖孽 本来 我想受了打击以后 再把你中间蜜湖 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因为你的灵魂太熬脏了 会玷污了我的命 所以 你想怎样 你这幽女 我儿慕容在哪 你爸他怎么了 所以啊 我还是让你和你的儿子慕容 黄泉相会吧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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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夫人 来吧妲己 到我的身边来 进入我的蜜湖吧 你是属于我的 属于我的 快 彼余 是属于 所以 1 2 3 妖孽 住手 打紧 轩缘剑 想不到这剑竟然在你苏护手里 我缠他都缠了八百年了 打剑给我 要命 你再是妖术 我杀了你 杀我 好啊 来啊 拔剑 想不到我今天双喜临的 气瘾收了打紧 又能得到轩辕剑 似乎 把剑给我 我饶你 住手 朱卫 爹 小子啊 二十年不见你长大了 但不知本质长进没有了 让你受死 把剑给我 扶我让你丧命 杨倩 快起来 杨倩 杨倩 我 乱 好 乱 2 3 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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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三老二 我都没惹你 你生什么气 今天算我倒霉 但是打紧 早晚会输 早晚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